廉前副总统随护办319的检察官王森荣 王森荣曾任廉前副总统随护考上检察官 319枪击案当天 不是轮值内外勤检察官 台南的检检察长刘维宗一句 王森荣一个就够了 临为受命接办台湾首建总统枪击案 2024年6月2日星期日早上10点 有梦上水 特别邀请威武部区县议转任律师的王森荣 回顾检改会检察官陈瑞仁和吴文忠 及诸朝亮一面倒质疑本案真实性后几天 宣机南下与刘检察长及王检察官讨论企图影响办案 继任检察长朱朝亮 一开始1-1319枪击案专案小组的调查结果 经过不断说明并提供物证才接受 甚至主导本案不应签结 坚持以写不起诉处分方式撰写起诉书 认定陈一雄就是犯罪行为人 王森荣回忆 他坚定确信也在回应媒体的问题时说出 本案绝对不是陈总统 自导自演 立刻引来一片踏法 甚至被监察委员调查修理 办案期间赴美请教国际知名见识专家 李昌玉博士确认是枪伤 以枪追人 追查枪弹来自唐首义 让唐当场以车床和铁管制出子弹 再追出枪弹卖给陈一雄姐夫转到陈一雄手中 另外从监听掌握关键图破口 让陈七敞开心房交代他先生行踪动机 即案发后陈一雄在家里烧毁当时穿的黄色衣服